OK接下来哈是最后一点啊 就是咱们最后这块MapReduce啊 还差一个小小知识点啊 给大家讲一个小案例 就是呢通过咱们自己编写的一个脚本啊 来实现什么 实现啊咱们的这个啊 最高气温统计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Timer的TXT啊 其中呢咱们的这个啊 前面从这儿到这儿开始啊 是1901对吧 这个呢是年份 其实下面还有其他的啊 比如说这个1902啊 还有这个1903啊 不能说了啊 那还有哈是他的气温 气温呢在这儿啊 负的0078也就是负的7.8度啊 那往下来对吧 还有什么负的0050对吧 负的呃 也就是零下吧 零下5度 应该是零下5度啊 这是10吗 对吧 负的0050吗 这是10 这一啊 其实是他的一个数据的有效性啊 一呢证明有效啊 OK 那接下来啊 咱们呢就啊 通过这个MapReduce啊 来把这个东西计算出来啊 呃 这个乍包的话 我已经给你们写好了 到时候你们直接用就可以了 这个圆码的话 我也可以发给你们啊 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研究一下啊 我把它压缩一下 OK啊 那接下来哈 我把这个乍包还有这个数据 我上传到HDFS 看一下咱们怎么用它啊 呃 打开问SAP 我把这个文件啊 我放到直接放到飘下就可以了啊 这个和这个放到飘下啊 其实我也可以创建一个文件夹的吧 那SAP新建一个文件夹啊 它呢就叫 temp吧 啊 然后呢 把这两个文件夹 两个文件放进去 然后接下来哈 咱们呢 首先啊 把这个temp 把这个temp的txt放到根部录像 hdfs dfs-put 大家记得吧 temp到根下 然后呢 看到根下它有东西 这东西吧 然后呢 咱们 hadoop 还记得吧 hadoop 然后呢 先写这个东西 然后呢 写一个 这回啊 大家不要忘了 这回呢 咱们需要写的是完整类名 需要写的是完整类名啊 呃 使用 啊 使用这个 自带的 或者说啊 咱们自己编写的 这个最高 最低 气温 统计啊 来进行 是吧 进行这个气温 统计操作 啊 自己编写的这个叫 程序吧 啊 进行气温统计操作 怎么操作呢 就跟我刚才一样啊 通过hadoop jar max temp 然后咱们写上它的 先写上它的完整类名 完整类名是哪个呀 咱们看一下 知道了啊 cum oldboy mapreduce maxtemp下的 maxtemp app.class 这就是 所以呢 这个叫 cum.oldboy.mapreduce.maxtemp.class 然后呢 写上一个输入路径 输入路径叫 temp.txt 刚才上传的输出路径是 out就可以了 哎 回车 要记住啊 使用它的时候呢 咱们的hadoop进程 必须全部都启动 具体你要启动哪些进程 咱们通过startout 如果你是这些进程 都能成功啊 所以呢 咱们 通过这个命令 咱们呢 就运行到了咱们的mapreduce程序啊 计算这个最高最低气温 咱们来看一下计算结果啊 成功了吧 计算结果应该在out下吧 这有个这个对吧 咱们cut一下 怎么cut啊 咱们可以直接在hdfs上cut hdfs 看这个文件推车 这个文件推车 好 以上啊 就是咱们的最高最低气温统计的一个demo 如果有兴趣的话啊 大家呢 可以啊 把这个 代码可以看一下啊 呃 由于啊 这个mapreduce呢 它的这个课时比较长 所以呢 有兴趣的同学啊 可以呢 参加一下我们这个大数据的课程 OK 那咱们的这个内容呢 就先到这啊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再见